早安 你好 我是杨韵慈 欢迎收看1月13号的大爱全球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这一起 有点离奇的火警意外 在台南上化区 有一间放置布料的仓库 昨天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就发生了火警 警消派出了60名的 消防人员全力灌旧 但当时有5名的大陆游客 在现场参观 其中一人身上着火 被发现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熊熊火焰不断从厂房窜出 铁皮都被烧焦 消防人员洒水灌旧 旁边的怪兽还冒着火势 赶快把倒塌的钢筋移除 因为里头还有人员受困 身上走火那一位 那个在中心的地方 由外面进去还要27米 然后整个铁皮跟钢筋都倒塌 原案中午时刻有5名大陆客 来到善化这间放置布料的仓库参观 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引发火事 其中一人身上着火 我原本要拿灭火去 去用这个太大烤 全部人都出来 火势扑灭后这名大陆籍理性男子 在厂房内被发现 不过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这场火还延烧到隔壁的工厂 燃烧面积超过300坪 到底起火原因为何还在调查 至于这场大火怕影响周边空气品质 环保局人员也现场随时监控 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交通话题 在路上我们常常会看到像画面中这样 大人骑着机车载小孩 但是小孩是站在前方的踏板上 其实这样是相当危险的 而且可以处300到600元的罚环 日前在内湖就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父母载着孩子三贴 和一辆娃娃车擦撞 站在机车踏板的两岁男童 在强力撞击之下 就导致心脏破裂 送医不治 小朋友戴上安全帽 开心跟爸妈出游 却站在机车脚踏板 陷入安全危机 机车车壳碎裂 日前在台北市内湖发生一起车祸 一辆三贴的执行机车 与左转的娃娃车擦撞 造成站在前方踏板的两岁男童 心脏破裂送医不治 在大力撞击下 站于前方踏板的小孩子 会遭到机车及家长的重击 而造成死亡或者是受伤的情形 不论是让孩童站在机车踏板 或是夹在父母之间三贴 其实都同样危险 驾驶惊呼 因为前方机车一撞击 站在前座的小孩跟机车骑士 连人带车滚到车底下 根据台北市交通大队统计 六岁以下的孩童 机车事故 这两年受伤人数都超过百元以上 其中占踏板三贴等位移规定存在 臂力更是高达四成 根据禁捐基金会调查发现 孩童站前面是驾驶者风险的2.45倍 后座则是1.25倍 而在国外几乎都对孩童乘坐机车 有严格规定 包括美国有的州规定13岁以下 不得搭乘机车 英国也规定6岁以下禁止搭乘 但在台湾却没有相关规定 市面上更出现许多 号称可以保护儿童的机车安全带 以及机车安全座椅 很多家长会买机车安全座椅 把它放在前面 那这个安全座椅没有经过国家认证 怎么可以讲说绝对安全 我们会认为 经济部是不是要及早去思考说 有没有到底适合的 没有适合的话 真的要叫市面上的这些东西 相关东西测架 禁捐基金会表示 为了安全5岁以下儿童 最好不要乘坐机车 6岁以上搭乘 记得戴安全帽 提醒家长 机车时速降到30公里 孩童的衣着也要注意 更建议交通部尽快制定 孩童搭乘机车的安全规范 别让遗憾再度发生 大家喜欢 黄金李明华台北报道 而为了加强机车的安全 交通部硬性规定 今年起推出的机车新款 都必须要安装ABS或CBS的安全刹车系统 但是自然也让新车的价格贵上了8000多块 一度引发了民怨 所以行政院提出了补助办法 ABS防车轮锁死的系统补助4000元 CBS前后轮联动的刹车系统 则是补助1000元 对于有换车需求的民众来说不无少补 直线7秒骑得歪歪斜斜 考照前反复练习 菜鸟新手购买机车 首选就是安全性 ABS怎么讲 觉得比较安全 因为他们说之前在车子 是有分那什么古煞叠煞 就是ABS的话 就是保证一定会有一点煞 应该会比较安全 因为我本来买车 就会考虑就是有ABS的 对啊 因为就是叠煞至少 一轮要有比较好吧 交通部推动机车 加装ABS或CBS刹车系统 提出补助方案 行政院在10号核定 补助一半费用 ABS每辆补助4000元 CBS补助1000元 经费高达3.1亿元 叠盘的这个范围的话 就多这个 然后这边有个感应线圈在 机车前后轮都多出一个叠盘 以及感应连接线 这就是ABS防锁死刹车系统 以善业机车同款机车为例 有加装ABS系统的原价 高出整整1万元 但除了政府补助 再加上车厂也补助3000元 两款价差只剩3000 增加民众选供意愿 10个人里面的话 大概占一半以上都会主动先问ABS 刹车防锁死的话 在于下雨天的时候 才不会说你后轮突然锁死了以后 车会有打滑的现象 对 也比较不会像有的民众会一般的话 他比较紧张一点的话 突然就另一个刹车 会有锁死打滑的现象 根据统计 从今年元旦到1月9号为止 民众申请补助ABS与CBS新车 就有1237辆 公路总局表示 这些民众在1月18号前 就会收到政府的补助款 交通部表示 2021年全面强制加装政策 目前还是暂缓 但为了增加行车安全 政府寄出补助优惠 希望民众能优先考量 带来喜欢见李明华台北报道 医疗话题 带您认识民众捐出去的血 透过血液分离作业 让一袋血可以发挥多种的功能 也让您捐血一袋 不止救人一命 婴儿室外面 家长们欢喜地看着新生的宝贝 但是如果遇到难产大出血 或是心脏开刀等出血量大的手术 这时候往往需要上千 甚至于上万cc的血液来救命 说一个妈妈她是指电前证 合并产后大出血 那因为她子宫收受不良 那我们总共给她输了2000cc的配卡BC 如果说血流不止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甚至会输到 20、30单位 也就是说经将近1万、2万cc以上的血品 血液如此宝贵 为了有效利用民众捐血而来的全血 到了捐血中心后 会经过离心技术处理成红血球 白血球、血小板、鱼血浆等成分血 我们可以把那些成分分开保存 那在回溯在病人身上的时候 可以确保它的效果 也减低它的副作用 像是遇到患者出血时 除了输入红血球外 还要输入这种淡黄色的血浆 达到止血功能 红血球其实它的作用就是 让我们血带氧气 到我们的脑部、各个器官去这样子 那在血浆的部分 它里面就是有淋血因子 让那个血液可以凝固 净由血液分离作业后 以待全血可以分成两到三种成分血品 在台湾 民众捐输的热血 有90%以上 制备为成分血品 可以运用在不同的医疗项目上 很多内科的病人都会需要很经常的输血 像是洗肾的病人 它造成功能比较差 那一些血液疾病的病人 或者是一些肿瘤科的病人 他们会需要注射一些 就是会造成骨髓抑制的药物的时候 就会需要输血 捐血一代 救人一命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捐血口号 随着输血技术的发展 依据病人不同需求 给予所需的血液成分 这样可以更充分利用宝贵的血液资源 帮助更多病患 天气冷流感发威 美国和日本都传出了流感疫情大爆发 美国有超过730万人感染 而日本则有106万人 大部分是A型流感 东京和北海道地区又属于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护理师施打疫苗的手没有停过 一针接着一针打 日本流感大爆发 厚生劳动省表示 去年的最后一周 已经有44.6万人 因为感染流感就医 截至今年第一周为止 累积感染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人 其中大部分是A型流感 北海道地区的疫情最严重 同样爆发流感的还有美国 根据美国疾管中心统计 这个冬天有超过730万人感染流感 全国共有83,500人重病住院 虽然今年流感重病人数比较少 科学家人致力研究更有效的疫苗 专家口中的大转变 就是新的广效型流感疫苗 打一次效力能持续好几年 这个版本的疫苗 已经在欧洲做过大规模试验 美国民众最快渴望在2020年底就能接种 大爱新闻黄敬廷编译 国际焦点 法国巴黎第九区在台湾时间周六下午 有一家面包店发生了气爆意外 造成三人死亡 其中有两名是骚防队员因公殉职 另外还有十个人有生命危险 画面中可以看到农烟密布 玻璃都被震碎 可见气爆威力有多大 当时出动了200名的骚防队员赶往现场灌救 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情况已经受到了控制 初步怀疑可能是瓦斯外泄导致 不过面包店刚好在观光热门景点附近 加上和黄备形示威游行的地点相当靠近 引发了各界关注 再来看到美国大规模的暴风雪 袭击了美国西部地区 光是星期五就有将近1500架的航班取骚 预计周末这波风雪将会一路的往东部移动 驾驶们都被大雪天受困在路上 恶劣的天气也导致路况不佳 汽车行驶相当的危险 在密苏里州还有圣路易市 周六更出现了超过30公分的降雪 打破2014年的记录 气象局也预测 接下来华府地区也可能降下近20公分的雪量 再来看到美国这起害人听闻的案件 在威斯康星州去年发生了一起民宅凶杀案 夫妻双双遭到枪击死亡 13岁的女儿杰米还因此消失整整88天 最近这名少女被发现在路边求助 表示遭到了绑架 幸好经过医疗检验之后 终于能够回家和其他的亲友团聚 警方也寻现抓到了绑架嫌犯 以谋杀和绑架罪嫌起诉 抱着小狗露出灿烂笑容 很难想象这个13岁女孩杰米 才刚经历恐怖的绑架惊魂 眼前脏兮兮的女孩 竟然是已经失踪88天的解密 民众赶紧带她去临近的民宅 求助报案 去年10月警方接获神秘报案电话 发现威斯康星州民宅当中 一对夫妻身亡 而他们的女儿杰米则是音讯全无 当地2000多位民众加入志愿团队 日夜寻找杰米 但却始终找不到人 一度以为他已经惨遭杀害 没想到他是被囚禁 趁着绑匪外出的时候脱逃 警方表示杰米被21岁的男子 派特森绑架 安置在距离住驾120公里外 犯案后嫌犯还改变 装扮掩人耳目 应该是计划性绑架 虽然绑匪曾经跟杰米的父母 在同一个工厂共事两三天 不过互相并不认识 案情疑点重重 警方也还在了解犯案动机 大约新闻预讲编译 美国政府关门天数 即将迈入第22天 这次已经打破了 最长的政府关门记录 虽然川普收回了狂言 暂时不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但态度依旧没有放软 80万名的公务员 仍然拿不到薪水 民众想要公正结婚 也得再等等 机场安全更出现了危机 基层老百姓的生活 全都乱套 辛苦了好几个礼拜 打开薪水单 上面的数字却是残酷的三个圈圈 政府关门将局准备打破 记录80万联邦政府雇员 将近一个月拿不到薪水 欲哭泪 影集里充满智慧 为公平正义挺身而出的 FBI探员这次也是受害者 小到一般车祸大到刑事案件 正义女神得暂时跟着放大架 一般民众的正常生活也受到影响 要完成人生大事公正结婚 得还一还 超疗愈的华府熊猫直播 只剩下一片黑 就连吃进肚子里的食物 也没人把关 开门之后 政府还是要补发薪水 再加上外包合约的延误利息 欧巴马时期关门16天 经济损失就超过751台币 川普使出商场上惯用的赛局理论 来争取盖墙 但显然不论哪一方坚持到最后 都是一场民众与政府双输的局面 大家新闻一条编译 实体的书店是越来越难经营了 美国纽约一家百年的老书店 就因为电租上涨经营困难 被迫关门歇业 美国隐聚界的才子林曼努米兰达 就跟其他音乐剧的演员一同出资 要抢救书店 小书店人潮落意不绝 这间有百年历史 号称是全美拥有戏剧相关书籍 最齐全的小店 是不少纽约艺文圈大咖的最爱 却宣布告急 月底要跟粉丝们挥手告别 80多岁的书店老板 不堪电租涨价亏损 想把这一家店给收了 消息传进号称 美国影剧圈第一才子 音乐剧《汉米尔顿》的剧作家 林曼努米兰达的耳力 她决定出手拯救这间书店 结合是政府和其他汉米尔顿演员的力量 力保这间书店能够继续运作 这已经不是林曼努米兰达 第一次对书店伸出援手 两年前书店水管故障一团混乱 米兰达亲自现身书店直播 呼吁粉丝一起帮忙重建 现在干脆出资入主 就是他跟书店有着重要的连结 月底书店会暂时歇业 另外找店面延续百年老店的生命 未来还会配合市政府的规划 结合艺文活动 甚至推出网页还有数位服务等功能 期待吸引全球的戏剧迷 准备变身成为纽约的新地标 大海新闻宇角编译 用温情融化寒冬 慈激志工在塞尔维亚的欧普难民营 年年为难民们发放过冬的衣物 还举办岁末祝福 而今年除了欧洲慈激人总动员之外 还有亚洲的志工来支援 而这些志工代表的都是背后 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对难民的关心 即使远离故乡颠沛流离 迎接新年的喜悦 一样出现在塞尔维亚的欧洲难民 慈激志工与难民一年一度的相聚 难民连口虽然每年都是陌生的 但蓝天白云的身影不变 往年只有欧洲志工齐聚 今年爱的力量增加到了30多人 分别来自11个国家地区 这几天你会有新闭嘴聚 所有钱都从小伙计 小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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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从小伙计 从小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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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志工介绍 此技是1.1滴的小钱 累积而成的NGO 那明天在耳里 感动在心里 虽然身上所剩的钱无几 但很多人都乐于 成为付出爱的人 温馨的氛围 在这首英文版 一家人的歌声中 达到最高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慈禧志工手中 借过符绘衡包和解缘的礼物 新的一年 难民们也期待新的生活 能顺利开展 该新闻 这是美志工 王慧米 王素珍 刘悦英 再来要报道 顺利开展的还有这里 美国慈禧志工与人医会 再次飞到了南美洲的厄瓜多 跨国宋爱展开七天一整 一大早下起倾盆大雨 雨水有如瀑布般 从棚布顶露下来 志工穿起雨衣 照样敞步 风雨生信心 果然天宫作美 一整前一刻 雨过了 空气也特别清新 卡诺亚小镇居民 收入偏低 没钱买药 一整团送上一份爱 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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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所以這段是很堅固的 我非常感謝社會 幫助我們幫助 讓我們離開了 謝謝 雨過天晴 人晴濃 未來有慈濟人一路相伴 帶新聞珍珊美志工 王淳錦 葉晉鴻 李素珍 二瓜多報導 李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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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最後帶您到美國紐約 看看這一棟有90年歷史的建築 克萊斯勒大樓 現在它準備要被出售了 同時也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ח優欣 旦 李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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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伊 李素珍